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港台節目視點31的記者李君雅 在去年出席政府記者會和警方記者會期間 表現相當勇敢和盡責 向那班高官和警官 提出了大量尖銳的問題 乃至是合理的質疑 他的勇猛表現 惹來了一大班藍絲的針對和追擊 有人向港台發動投訴李君雅的行動 於是港台就收到大量投訴李君雅的信件 但是與此同時 其實有更大批的黃絲 撰寫了信件給香港電台 是讚揚李君雅的行為 但是很可惜 李君雅現在明顯地遭到港台的針對 分分鐘沒得了 在說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現在港台針對李君雅 作出了兩個行為 第一 就是重新啟動 在去年7月至11月期間 所收到針對李君雅投訴的調查 這種做法當然就是極為罕見 有消息人士還說到 說重啟調查這種做法 在他任職港台以來 從來都沒見過 至於第二個行為是什麼 就是針對李君雅的試用期 要求他延長120天 本來李君雅在2017年10月 入職香港電台 根據一般公務員的安排 任滿三年試用期就會完結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大的過錯 都會轉為正式聘任 但是現在港台就說要求李君雅的試用期 要延長120天 即是說原生在今年10月試用期就完結 現在還要延多4個月 而且據報導所說 還說李君雅必須要在下星期二之前答覆 是否接受延長試用期的安排 否則就會被視作自動離職 你說這些不是針對李君雅的行為 又是什麼呢 實情李君雅在那個記者會之上 就算是咄咄逼人針鋒相對 慈鋒銳利也好 他都只不過是履行一個 傳媒工作者的天職 他都是實踐著求真的精神 相反地有些記者 在那個記者會之上 就言不由衷 問了那些事就不著邊際 那些反之是要去邊策一下 是不是 有些根本上就騷不著養處 根本上就不達到水平的那些問題 反而那些就沒有人邊策 而李君雅 他只不過是在做一個 應有的責任 哦這樣就已經是槍打出頭了 那無非就是要製造一種 氛圍出來 就是要使得那些記者在發文的時候 都要自我審查 就是要使得他們不敢來問 這樣去針對李君雅 就等同於掌惡佛善 顛倒是非 以及摧毀的傳媒生態 以後再有記者會的時候 當那些記者發文之前 他一定就會有個念頭閃過 就是當他發文完這個問題之後 會不會為他招致什麼的後果呢 會不會是遭受到一些清算呢 當他左想右想的時候 根本上就不會夠膽去發文了 與其是這樣 你何必再搞記者會出來做大龍鳳 整色整水 你又要扮開明又要扮公開 又要扮到 可以被那些記者公開來提問 實際上就做了這些行為 使得記者不敢去提問 與其是這樣 不如取消了記者會回答的環節 你那些高官、廢官、容官或者警官 說完一大輪廢話之後 不如拍下一個屁股 行人就算數了 何必再做這些扮開明的大龍鳳 講開又講 這個NOW電視台 有個節目就叫做大明大方 究竟找非哥李鵬飛做主持 現在都是找了一個主持姓李 只不過這個就是民建聯的主席李慧琼 這個電視台的論證節目 竟然是淪落到要找一個建制派大黨的主席去做主持 你說成何體統呢 當然NOW電視台找得這個人 心意都相當明顯 故此也難免有些網民詬病 說究竟這個台 是不是已經是染紅當中呢 雖然你也說 我自己就認為 就算找李慧琼做這些論證節目主持 影響都是甚微 尤其是在這個互聯網的世代 很多的 醒目的市民都會懂得 去YouTube或者 不同的平台上 找一些有質素的論證節目 就不用像以往那樣 給那些電視台餵什麼就吃什麼 那個年代就已經過去了 故此你找李慧琼也好 找譚慧珠也好 找何君堯也好 那你就找吧 只不過是會對於那個收視有所打擊 我相信就是這樣 接下來就說一下 何君堯 那他那宗的涉物風波 就不斷延燒 那究竟什麼事呢 其實 中聯辦就在 今個星期一 即是21號的時候 就跟建制派的議員會面 事後何君堯 就在那個建制群組當中 發了一些短訊 將座談會裡面的具體內容重點 列出來給人參考 包括了 未來一年 議會裡面有三座大山 包括哪三座大山 這個是何君堯說的 第一座大山 就是要做司法改革 可以就是由爭取 脫去那個白色的假髮做起 他說要廢除了這個大律師的清涵 以及是將司法推薦委員會的人數 由9人增加到11人 第二座大山就是教育 要由隔走那些黃毒老師 做起 黃就是黃絲那些 毒就是他說人家講毒那些 他還說中學那個DSE文憑市 就需要 剔除了這個通識科 那第三座大山是什麼呢 就是社會福利界 他說要糾正所有NGO 即是非政府組織 和社工 要將他們呢 變成是支持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 這個就是 何君堯口中所說的三座大山 然後他還說到 說建制派要提高戰鬥力 在大是大非的事情上勇於表態 還有一件事 何君堯曾經說過 他說這個訊息的內容 已經是會議共識 港元還要助言起行 他批評 罵他竊物的人是幼稚 這個是何君堯的說法 但是現在似乎 建制派 當這個消息 爆了出來的時候 在社會當中 不停延燒 在醞釀的時候 就似乎想把責任全部推卸 到何君堯身上 好像是害怕擠濕自己 現在他們就 在這個HK01 那時候 有篇的報導 就說 原來這些說法 只不過是何君堯的個人意見 因為在這個會議之上 大家 都是國說國華 是所謂的 放煙花大會 他與會人士只是僱著展述自己的個人觀點 所以就沒有反駁到其他人的言論 我對於這種說法是相當之質疑的 為什麼呢 第一 何君堯那些 所謂的三座大山論 根本上就是充滿著那種鬥爭的思維 而鬥爭思維也是大陸所提倡的 他所說的東西若然不是這個會議的共識的話 那為什麼在會議上沒有人反駁他這些荒謬的東西呢 但是同一篇的報導也有說到 說有人在這個藉間指出 說政府推出政策之前行會成員都沒有討論 但是張國君在會議上是表明不同意這個說法 就是說有人是 曾經 對於一些並非事實或者自己不同意 的事件 就是 作出了否定的意見 若然何君堯在會議裡面提出這些東西 而又真是沒有建制派的成員反對的時候 你說這個不是共識是什麼 如果不是共識的話 為什麼在群組裡面又沒有人駁斥他呢 只是一邊叫他不要洩密 大家頭幾天聽這些說法就是叫他 何君堯不要再繼續說下去 但是就沒有說過說何君堯所說的東西就並非是會議共識 後來才轉了口風 若然何君堯所說的東西真的並非會議共識的話 為什麼你建制派沒有任何一個人站出來 直斥其非的呢 你站出來說就行了 你說他說的東西 是代表他個人意見而已 不是共識來的 那就可以了 你找一個人出來有名有姓的去說 不要用這些知情人士消息人士的報導方法來講 那你怎樣取信於人呢 我也不知道是信好還是不信好 反而你有一個人有名有姓真名真姓走出來駁斥他 這樣才是最有力的 但是連這件事都做不到 那好心就不要整色整水 根本上你們都認同這些東西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